在乌克兰东部战场 俄罗斯国防部9号声称继续向前推进 多下了一座名为梅姆里克的村庄 此处距离俄军近期持续意图攻下的战略城镇 波克罗夫斯克仅有约20公里的距离 另有乌方的战争波克报道称 村庄已经在上周落入了俄军手中 俄罗斯国防部同时提到 军队在梅姆里克附近的另外至少两座村庄 对乌军造成伤亡 并在整个顿涅斯克地区 击退了八波无军的攻击 与此同时 在俄军对乌克兰领土发动的最近一轮空袭中 已证实有无人机侵入其他国家的领空 北约成员国罗马尼亚的国防部9号证实 在靠近边境的一座村庄 发现了俄罗斯无人机的残骸 当局正在对38公里外的另一处地点展开搜索 怀疑有其他无人机的零件掉落在那里 拉托维亚则传召了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 要求就其在有爆炸装置的无人机 非法闯入拉托维亚领空进行全面解释 俄方代办确认将向俄罗斯外交部知会相关情况 拉托维亚外交部还表示 当局正在对事件展开深度调查 拉托维亚军方高层证实 俄军无人机当时经过白俄罗斯 向乌克兰境内的目标飞去 但却最终朝着相反的方向 飞入并坠毁在拉托维亚 针对近期有报道称 伊朗向俄罗斯提供了短程弹道导弹 尽管伊朗方面已经否认了这一消息 但乌克兰外交部9号仍然传召了伊朗大使馆代办 向其发出严厉警告 并表示对相关报道内容感到高度忧虑 另外瑞典政府9号宣布 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超过4.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当中包括6艘CB-90快速攻击艇 便携式防空系统 CB-90步兵战车等装备所需要的弹药 以及额外的AT-4反坦克火箭筒 尽管瑞典政府强调 目前没有向乌克兰转让瑞典战斗机的计划 但援助计划中有一半专门用于 采购瑞典英式战斗机制造所需的零部件 瑞典方面称 当合适的时机来临 希望自身是已经做好准备的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